2020年10月1日之女星 依我外星人意识传导Sharon Stewart 昨天我在杂货店里 当我将手推车推回我的车附近时 一辆皮卡车从停车位后退 向着我往后驶出 当车接近我时 我平举我的手 然后撞到了车的后背箱上 卡车停了下来 无论如何 我心情都不会是好的 当我出门在外时 都总是会碰到同理心的难题 我继续走我的路 然后我怒视了她一下 随后那个司机就走了过来 说我不应该撞她的卡车 然后她跟我说 她真想从我身上撵过去 如果有下次的话 她真的会这样做的 然后她就开走了 我本来可以因为 她对我发出过死亡威胁 而起诉她的 我没想过要记下她的车牌号 我把杂货放在车上 抱怨道 为什么我一定要与这些 不能承认自己错了 或犯了错的人 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呢 而且这个司机只是其中之一 整个城市几乎都是这样 我真的很讨厌住在这里 紧接住 再发现我40岁的侄女 被冠冕堂皇的话 完全蒙蔽住了 她完全相信了政府告诉她的话 我觉得当时时真相大白时 她真的会被惊呆的 不过令我失望的是 我是家里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但是后来就像伊沃不断告诉我的 他们不是你们的家人 而我们才是 曾经有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外星人 告诉我这个事实 而我的地球家族仍然呆在黑暗中 所以 不 我认为他们不再是我的家人了 我完全与他们无关 我要说的一件事是 你们所有人都要感恩你们已经觉醒了 即使你们现在仍在学习 也要庆幸你们不再像我侄女一样了 你们被挑选在集体的其他成员之前知晓 这是有原因的 只有你们可以确定原因是什么 但也许这就你们能够传播的真相 我知道的一件事是 你们被选择握住光并保持地球的振动 而光与真理是同一个意思 因此也许你们必须知道真理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是一堂什么课程 这是自我对阵灵魂的课 我是要做对的选择呢 还是要做和平的选择呢 这就是我今天的选择 我已经跟邻居好好聊过了 他们不会再打扰我了 甚至他们的猫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得很好 因此 黑暗必会寻找其他方法来试图把我拉回到小我中 而光则坐住观察我的反应 我选择了和平 我知道这两种选择我都是对的 但我不会去起诉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了 感谢上帝 我只想对他说 大吵大闹是不好的 我知道我没有错的 但这没关系 我宁愿要和平 我发现我的决定 甚至是我的反应有时候都与其他人平常做出的不一样 或者说 更像个外星人 与地球上的集体思维不对齐 也许我应该为我拥有这个选择权而庆幸 那就是我可以让我的更高意识来决定如何处理问题 我一生中都有着许多这样的选择课程要去学习 成为受害者或是使用我的力量 那是一个很大的选择 成为灵性的人或是继续待在花言巧语和小我中 学会宽恕或是继续生气 依循你们的灵魂之路或是留在矩阵中 现在我面临着一个新挑战 关于完全拥抱我的外星人意识 我知道我与众不同 你们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或者也许你们已经达到那种境界了 你们不记得在行星旅行时 到过一个很舒适的地方 你们不用真的去到那里 但你们会把它叫做家 这是一大步 很大的一步 具有外星人意识的最明显一点 就是尝试住去与真理对齐 你们会观看有关地球历史的视频 想知道你们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你们需要了解生活的真相 真正发生的事情 并且想要更多的了解自己的真相 而不是想要与那些顽固的人们 一起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活 这些人不会看到真相 他们甚至不在乎真相 当你们尝试与这些信息建立更多联系的时候 你们就能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 这样做的目的是 你们将成为真理的寻求者 这是你们的频率和意识中所固有的 地球上的人不是寻求真理的人 他们天生就是骗子 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那样做了 他们感到困惑和被误导 作为一个外星人意识 你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因为真理就是爱 你也是 所以你就是真理 你们对真理的渴望就像鸭子冲向水一样 在谎言中生活并不适合你 现在有这么多的地球人醒来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这很有可能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与真理对齐 可惜的是那些还没有与真理对齐过的人 我一生与人的交往方式都是让别人感到舒服 但这样我却是不舒服的 我一生都知道 其实有着更好的生活方式 我曾经与我认为思想最失调 最疯狂的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与他们的朋友都处于同样的精神错乱当中 我对自己的价值观要与他们妥协感到很不舒服 一些高度依赖的 充满受害心理的人想要和我做朋友 而我只会告诉他们 我不愿意与他们成为朋友 我也不再对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感兴趣 我只对做我自己有兴趣 我告诉你这是因为你可能已经在这种情况中了 或者这会变成你未来的一部分 但是最近我更像是成为外星人 意识多过于成为地球人 我花在灵魂上的时间越多 我就越会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这里 也不想融入这里 我从来没有适应过 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在互相安慰 说我们是在一起的 我意识到我不喜欢他们 我是为那些太虚弱而无法自己做到的人 去争取自由的人 我不会倒下 我会继续战斗 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 你们也有 你们正走在寻找真相 了解自己的道路上 但你们越多的去了解自己 你们就会发现越不了解自己 因为你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这是一个悖论 明年我会靠依我的帮助来展示我的身份 她已经在织女星了 但据我了解 我必须在临终之前做好回到织女星的准备 她现在没说什么 我写这篇文章时 她只是在听我说 也许她很高兴 因为我接受了我的外星人意识 并摆脱了我的地球人意识 我得让她带我回家 她已经在那里了 但我不记得航线了 在我醒着的时候 我常常感觉以前和她是在一起的 并且我们感觉到她 但我真的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有时候我是被挠醒的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而我意识到当我睡觉时 我整晚都在战斗 可能是与蜥蜴人战斗 或是其他什么我们知道的人 这些挠抓经常出现在下止 冬至或更高能量的门开启的时间 而依我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光之战士发动突袭的时候 几个小时前我做了一场噩梦 我浑身都是血 我要说 这标志住某种死亡 我当时请求去医院 这真是奇怪 因为那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也许我正在经历着某种个性的死亡 当我与灵魂更加对齐时 我的个性就会减弱 但是发生的次数越多 我就越难融入地球 坦率地说 我感觉在地球和其他人身上的生活 就越荒谬 这是非常不舒服的 我更喜欢一个人 远离你们一直以来都称呼家的人们是很艰难的 他们都是我了解的人 非常的了解 因为其他人都只是个模糊的印象而已 这是一个教训 但我会继续前进 我换了很多份工作 人们像流水一样离去 无论如何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参与者 我总是会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到与众不同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这不仅仅是意识上的转变 这是关于改变你们认为自己是谁的全部 如果你们要成为那样的自己 那就重新改写你们自己的形象 我 以我明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呢 以我你也会与我们一起在船上生活 你会有意识地参加与黑暗的战斗 这场战争仍将继续 我们会教你的 亲爱的 你会学习如何掌握能量的课程 我 哦 很好 这些东西我似乎在这里都没有见过 以我 其实有一些你见过的 我 为什么我看到Yoda和Luke Skywalker 哈哈 啊 我是Sharon Sky Talker 正在变换成绝地武士 以我 你认为的自己就是那个形象的 但是你应该重新认识自己 地球让你们远离了你们真正之所事 当你看到你的过去世和作为Tiania的现在事实 你会对你在银河外所做的一切有一些了解 另外 从现在开始 你会被称为Tiania 而不是Sharon 我 我没问题 我已经有太多名字了 已经不稀奇了 以我 你的意识要求被称为Tiania 以时你准备好和我一起回到第五维生活 你们现在只是拥有不同的身体 作为素食主义者 你经历的生活越多 你就会记起越多 如果你认为自己现在与地球生命无关 那么请等到明年 它不会与你完全对齐 亲爱的 这是必要的 以便你再次适应我们的生活 我 很好 我明白了 我想知道这能不能适用于其他一些光智工作者呢 有些人似乎在拥抱他们的更高意识方面做得很好 而有些人甚至不担心他们来自哪里 但是 如果其他人在两次生命之间来到这里 其他人可能会重新介绍他们离开的生活 甚至是自己的星球 一我 但是 你是第十四维度的存有 正因为如此 也因为经历完这一生后 我们会再次共同成长 所以你会需要能够从所有这些维度中获得知识 并开始对他们重新体验 我们想回家 我 酷 哦 是的 那当然 这辈子我都一直在努力 我已经出生并到处去学习 以为我的这一生做好准备 一旦结束 我就可以自由返回到我来的地方了 一我 我也是 我们是神 我们是主人 在更高现实的学习道路中 我 明年会很棒 这与让一我熟悉地球和与他拥有地球生命无关 而是他带领我去记起我忘掉的一切 这是在这里出生的过程的全部 我想我记起的越多 传递给你们的东西就越多 而我可以对地球上的集体做出更多的改变 一我 对的 亲爱的 为了合乎法则起见 你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地球上的特质 例如以你的名义拥有房屋 但不同的是你不是这个星球的人 你仍然是集体的一员 但是你会对他进行比迄今未知更大的改变 我 嗯 那应该很有趣 谢谢你 一我 一我 现在回去睡觉吧 亲爱的 你不会再梦到流血至死了 Tianian 你知道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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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